埃及是非洲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今天的领事在线 我们连线采访到了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 廖大使说目前在埃乔包的身体状况良好 使管关注着他们的动态 及时为他们提供帮助 祖国牵挂着在埃乔包 健康包已经发放到他们的手中 我们对在埃及的 目前大体的是8000人左右 比如说有950位留学生 绝大部分是公派留学生 有5074位中国的中企员工 还有我们这个侨胞 对他们我们第一建立了小程序 所有的人员有一个统计 第二个每天通过我们的侨团 通过我们的学联 通过在埃中资企业商会 进行健康日报告制度 第三 对他们的下一步的意向 也进行了详细的统计 还有在埃及疫情 比如说2月份到3月份 逐步在发展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封航停航的时候 使馆的领侨处协助将近有几百名 中国的旅游者 或者是希望回国的人员 安排航班返回中国 另一方面由于疫情停航了 我们有在埃及的中国公民 他们的有效签证 他们的居留证 他们的工作签 就过期了 内政部长跟我承诺 他会发出指示 对所有这样的情况 要给予友好妥善处理 而且不允许罚款 我们给我们在埃的侨团 也发放了健康包 我们在埃的侨包 欣喜祖国 当我们祖国发生疫情的时候 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 想方设法 采购物资 捐赠给国内 现在埃及的疫情形势 应该说逐步 严重起来 祖国也在牵挂着他们 所以从国内来的健康包 包括有口罩 有消毒液 有消毒纸巾 还有莲花清文教囊 我们也转交给他们 把祖国的关心 请我们这些侨领 转达给我们每一位侨包